这天下班回家 阿呆发现自己家的门上被画了个叉 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小偷踩点的记号 因为家里就只有自己和一只狗 自己白天基本都不在家 肯定是被小偷盯上了 小样的就这点伎俩就敢出来混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想到这儿 阿呆赶紧将门上的叉叉给擦干净 然后打了个电话给老板请了几天假 他要在家里守住带土 第二天一早 阿呆一直不停地通过猫眼盯着门口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人物 终于到了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楼道里出现了一个黑衣男子 他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 让人无法看清楚他到底长什么样 这时黑衣男子走到阿呆家门前 见门上的记号不见了 一脸扔逼 然后摸了摸头 转身下楼去了 一连几天 阿呆每天都发现 自家门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画了个叉 更奇怪的是 有一次他还特意在门上做了错失 但那个叉叉还是出现在了门上 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到物业管理处 询问最近小区的治安情况 江经理 最近小区的治安怎么样啊 有没有实际案 是阿呆啊 我们小区治安一向很好啊 没听业主说家里遭贼啊 阿呆表示怀疑 就让江经理给他看看这几天的监控录像 我看不知道 一天吓一跳 居然没有在监控中看到那个奇怪的黑衣男子 这是他突然想起一个传说 将死之人是能看到死神的 死神来锁命前 会在那人的家门前做一个记号以方便辨认 难道那个黑衣人是死神 那我不是快要死了 阿呆突然感到害怕 这天 那个奇怪的黑衣男子又一次来到阿呆家门前 不过这次他停都没停 直接上楼了 阿呆笑了 我真的是太机智了 原来在一个小时前 他把自己门上的叉叉擦掉了 又跑到楼上的一个住户的门上画了个叉 果然 第二天 他就听说那家人的老人 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而这个方法 阿呆一连用了五次 接连有五个人都因为这个记号死于非命 而阿呆则多活了五天 第六天 黑衣男子照例来到他家门前 看到记号是在对面那个门 便走了进去 没一会儿就出来了 然后神情古怪地看着阿呆家的门 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 于是过来敲了敲门 这是躲在门后的阿呆才想起来 对面那家人前几天去旅游了 这么说来 黑衣人士识破了自己的诡计 前来锁命了 阿呆对着门外喊道 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黑衣男子笑了笑 我只是做个记号而已 不要 你快走 黑衣男子也不说话了 静静地看了会儿 微笑地离开了 阿呆这才惊魂未定地 瘫倒在地上大喘气 看来我是逃过一劫了 十分钟后 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 阿呆惊恐地询问 是谁 对方没有应答 这是一团白雾透过墙壁飘了进来 而黑衣男子也穿门进来了 其实我只是死神的助手而已 我的工作只是分辨哪些是将死之人 然后帮死神做个记号 以防无杀 而之前在你家门上做的记号 只是为了提醒死神 你家的小狗可以见上帝了 可是你拒绝了 那么现在只能由你代替了 说着黑衣助手 缓缓地向阿呆走来 中文字幕从车至小狗